嗨! Good morning! 今天要去哪裡喔? 你今天出門了欸 我今天要去學校拿我的畢業證書 跟畢業紀念冊號我別的東西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趙小喬女人說 Mua! 熟悉的街道流泉 沒錯 因為疫情的關係 學校是還沒有開始上課 因為5月15日第三級防疫以來 他就沒有去過學校了 已經超過一個月了耶 所以呢 他要跟學校先打電話約時間 然後去跟老師拿畢業證書 然後再到班上去 把自己的私人的物品都拿回來 啊!想不到是這樣子去學校 對啊 原本想說5月15日 其實還有原本的畢業典禮 然後還有要演一個音樂劇 今天要正式的跟他說再見了 應該是最後一次進學校了吧 以後還是可以去以校友的名義去啦 哦!那不一樣 但這是最後一次以學生的尊分進學校啦 唉!惆悵 對啊 這應該也是我最後一次在你去復興了吧 對啊 你這樣時候應該會很懷念這條小幕 應該會啦 就在這邊快生活3年了 這位全要到了耶 交給你囉 我很期待你的校園之旅耶 掰掰 掰掰寶貝 然後這就是我們班 小小一個但是很溫暖 這一個是我們班同學發起的一個 考驗默契的遊戲 就是上個人來的是應該是張雨婷 像他6月17號來 我6月18號來的 所以我們就看看下一個會是誰 就開始一個一個一個 做一下自己的記號 然後旁邊寫下日期 還蠻酷的 然後這是我整理的東西 所以我準備要回去了 好了 所以你今天拿了什麼 我的畢業紀念 哇 這是畢業證書 畢業證書 對 有全恭喜 然後這一本是畢業紀念冊 哇塞 太大了吧 做得很漂亮 這次做得我覺得很好看 這次很酷的是 因為畢業的什麼學生委員會是 舞蹈班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也蠻有才華的對不對 原來很藝術的感覺 好 回去再看 好 大家請期待我們回去要 開箱劉友泉的畢業見冊 因為我想要回去找我的高中畢業見冊 還有斗哥的高中畢業經驗冊 我們一起來回味我們的高中 嗨 我們要來看我們的高中畢業經驗冊了 我自己覺得很有質感 你們不是每個人照片不都像一樣 就是頭 然後就正經的臉這樣子拍照 但是我們是每一班可以自己去設計要怎麼拍 所以時代不一樣了 哇塞 你這是第幾屆啊 六六 你們那個時候應該也是用電腦編排了齁 我怎麼知道啊 又不是我編排 我們是手工剪的 所有的圖都是手櫃的 我們沒有任何電腦的東西 然後我們首先先來看劉志全 然後我們班最好找事情 我們班都是最後一班 這是我們班到 這先不要拍 導師不好意思喔 導師 然後就很好笑就是 就是他的名言尿自私喔 大家不要放一輩子的寒假喔 我沒有生氣 我只是比較大聲 這一套是我們的畢業照 這個是比較正常的 正式的 然後大家就是說好 全面就拿挖鏡 帶起來之後 然後就變一個好玩的pose 重點是我想知道 為什麼你們的主視覺拍團體照的 JS Code 是挖鏡跟潛水 不知道不知道那時候在想什麼 對啊 那時候是誰決定 好奇怪 誰會想到說 喔 那時候大家都說要帶一個東西 那大家都有什麼 我們都要上遊客 大家都有挖鏡 然後全面就會就是 制服穿在裡面 外面穿著他的泳衣啊 然後我們就會請一大堆的老師來 跟我們一起拍照 然後後面就是 這些都是有 橘色 綠色跟紫色的風格 你可以選你要自己什麼顏色 那紫色 綠色 橘色 對你們來說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要選這三個顏色 好看 清潔劑 我也是拿清潔劑 你都覺得清潔劑從哪裡來的啊 我們班上很多人都有一起帶綠色的東西 我們家公見 這個比較像學生啦 作業本 對啊 然後張漫員啊 鋼鐵人根本就不是 對啊 然後拿蘋果啊 我們在最後就是 有需要班費什麼之類的 我又直接買下了我們綠色組的靈帶 你把它買下來當紀念喔 對啊 我覺得很酷 就是非常有紀念價值 然後我就把它買下來 跟我講就好 我好像也有綠色靈帶 要統一咩 反正就帶了 對啊 這他們自己同學買的啦 準備看到一個最花的東西 你看我們有超級貪心的 哇塞 這上面太多了 我們就把全部大家投稿上面的照片 全部都放在這裡 這裡是班上的為四個男生 Drama224帥 然後還有一個很轉學的 這邊就是一個系列222轉學的 四個人 我很喜歡這張聖誕節的照片 我跟陳友祖 我們班上同學一起辦的 哇 這所有女生抱著你耶 當然沒有 大家在集氣啦 我的媽 然後這個是我在銀星的時候 當Crew的時候我都會帶頭巾 跟那個我們銀星的兩個主持人 就是班上最有喜感的兩位同學啊 真的很開心 很有序 大家期待劇場的時光真的是 非常的美好 然後大概就這樣子 那後面就是什麼社團啦 什麼之類的啦 你看全部人 那時候準備考學社的時候 大家都有答過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大家都正經 你看我們班 我那個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有點怕 然後我就站旁邊就不太感動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六全他們這一屆就是 比較遺憾的就是這個嘛 因為他們整個留言 夜啊都是空的 對啊 也沒有簽名到 我其實覺得還蠻可惜的 對我們來講齁 可能疫情的關係感覺還好 可是對於學生來講 他們是在某一天被通知了 疫情三級警戒 然後就不用去學校了 對於這些學生們來講 他是覺得我第二天還要上學 所以教室的樣子是 一如往常 就我回去的時候 那時候就看到 因為我都還記得 反正桌上的東西都是很亂的 因為我們都覺得 我們隔一天可以回來收嘛 那就之後就發現其實 再沒有回去過 然後就畢業了 我那時候就是有一支藍筆 是我就是不會寫其他東西 我是特別寫導演的筆跡 就是我音樂劇的那個筆跡 結果我回學校了之後 我就發現 我那個筆心居然還露在外面 然後也乾了 那時候就讓我認為就是說 這一切的一切是多麼的突然 我們大家的音樂劇啊 我們大家留在高中的 最後兩個月也這樣就沒了 就對我來講 傷害比較大 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喜歡上學 然後可能很開心 但對我來講 我很喜歡上學 然後我也很珍惜 跟同學的時光 這一切的一切 發生太突然了 就真的很像電影演的 就突然發生一個狀況 然後大家 這什麼東西都突然暫停了 對 好啦 那換小家的啦 因為我們景美就是太陽之女 然後我這一屆是景美第三三階 我們這一屆有24班 忠孝仁愛 心意和平 溫良公姐讓你自存用戀 真善美月情苦 我們比較少 我們陳愛琴之友六班 然後呢我要給你看 一開始呢 哇塞 你這好多人寫 這寫人家寫給你的喔 對啊 這個人是誰你知道嗎 寫給我那麼多 這個是小書導演 之前那個金鐘獎的那個導演 然後呢我們的 向日葵 因為是太陽嘛 我們剛開始就是社團 那社團就是那時候 我們花最多時間就是在儀隊嘛 然後就是我們教練 非常喜歡他 他已經過世了 就是你看我們那時候有很多人 你看我在這邊 我們來的是樂器 好酷喔 你看我們這一屆 我們這一屆是大家說 腿最美的一家 不好意思 然後呢接下來就是我們班 然後你看這都彩色很漂亮對不對 到這邊呢 就黑白 各班的就變黑白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做彩色很貴 然後又24班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 好啊 那我們多做黑白衣服 然後給你看這是我們禮班 超級old school 我那天都熟寫的 我的天啊 對啊熟寫的是不是特別有感覺 然後你看大家都穿一樣的衣服 好這很好這個 我最高的那個就是我 你看我在這 每個人都畫一張照片就是 畫一個自己的小圖 你自己畫的自己嗎 對我畫我自己 就那時候都是打軸膠 所以每個人都很懵有沒有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照星座分 我們拍的這個照片 就是特地有沒有 大家都擺POSE 因為是大家特地約出去拍畢業紀念冊 對啊因為我們很少自己出去的照片 這是畢業紀念冊裡面小喬的照片 然後這是我男生頭的樣子 所以這就是我的畢業紀念冊啊 這本是我的高中畢業紀念冊 超過的 超過的 陳愛勤勇是我們校訓啊 以前你們還是從右邊念到左邊 我是那個年代的喔 然後這邊有幾個對我來講 比較重要的老師啊 比方這邊有一位張燦勳老師 他是在我初中的時候呢 我的國文老師 他啟蒙我的作文 全世界第一個人稱讚我們說 作文寫得很好 就是因為這句話 所以呢拿到了 金鐘獎的這家編劇 你怎麼還有哲業 哇 哇 喔 第十四屆高中全 太多人了吧 我跟你講這個是 Old School才有的 我跟你講 全校大合照 我在這 我在這 我看到 來看看我們班了 為什麼我們班的拍那麼黑 那天天氣不好吧 這裡就找到嗎 馬上就看到了 而且我這邊屬於光比較亮 中間這個是歷史老師叫朱祁 在我高三那一年 讓我知道了台北移蘇大學學校的人 他沒跟我講 我會不會做CG工作 這誰寫的字啊 自己寫的 自己的簽名嗎 我名字答錯了 哈哈哈哈 你真的很瞎 這是誰啊 你不知道為什麼 劉智亮是誰啊 誰啊 天啊 我到底嚇點誰了嗎 快說真的 我還是編畢業紀念冊的人 我當年也是 帥啊 哇賽 欸 真的好帥 高中三年要失戀 要掙扎 要振作 要用功 要點點點愛 不過回憶總是美好的 高中我沒談過戀愛 我跟鞋子在幹嘛 就是很想 很想失戀啊 很想失戀看看啊 這一張照片 我們都穿一樣衣服 那個叫兄弟裝 我們就常常比較好的一群人 就會穿在夜市買的 好像一件才70 80之類的 一樣的T恤一樣的短褲 你在這邊啊 我有看到 有啊 哎唷 頭髮還風吹的起來 我們過年去拜訪老師的時候 然後就穿得很正式 你看我穿西裝耶 就有一個人去抓那個班高 然後其他人就去夾他 然後夾到他手放鬆掉 然後那個人就輸了 然後那個時候啊 我們辦那個 校慶的時候我們辦同樂會嘛 當年我們就辦了一個類似像 雞尾酒會 我們真的弄酒進去啦 這是我們辦的時候 最後丟那個 今天好開心可以看到大家的 高中畢業紀念冊耶 對 我覺得在家裡面啊 有時候 爸爸媽媽啊 也可以把畢業紀念冊拿出來 跟小朋友分享 在這邊還是要 恭喜一下 我們來被畢業了 就是蓬城萬里啊 就希望你下個階段會更好啊 很開心有這個下午耶 對啊 分享高中 很好的 然後姊姊也要邁向大學 祝福你 人生的階段都很美好 好啦 祝大家疫情期間一切平安囉 平安健康 加油 掰掰 掰掰 掰掰